欢迎收看专业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日本举办全球寿司挑战赛 在14个国家举办出赛 选出代表到日本参赛 今年首度有台湾代表参加 各国师傅利用新鲜挪威鲑鱼为主要食材 制作各种创意寿司 经过师傅翘手雕琢 除了造型多元精致外 吃进嘴里更能感受到 师傅制作过程的力道是否精准 比赛结果日本师傅不负众望 将全球寿司挑战的冠军留在国内 师傅关注眼神 记忆的刀把将手里寿司 连过力道拿捏恰到好处 摆盘装饰也不能马骨 东京举办的全球寿司挑战决赛 来自14国主厨角逐全球寿司冠军 最后由日本师傅把冠军留到国内 ジビキジュンさん レプレゼンティングジャパン ミスタージュンジビキ 每一盘各种造型都是师傅利用新鲜海鲜食材的 经过巧手雕琢 制作既多元又精致的创意寿司 让人实质大逗 除了亚洲之外 美洲跟欧洲也有大厨参赛 而今年全球寿司挑战赛 也是首次有台湾代表 来自远东香格里拉饭店主厨刘玉成 获得参加决赛资格 只可惜最后由新加坡和美国代表 暴走二三名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一闪一闪亮晶晶 这可不是天上的星星 而是日本大阪市海油馆 为了迎接耶旦节和新年 布置的闪亮灯饰 企鹅们排着队 摇摇摆摆地参加试点灯仪式 可爱模样令人发削 海油馆迎接二十五周年 特地推出由一百三十万颗LED灯泡 打造而成的大规模灯饰 一整片蓝光灯海 让游客仿佛置身梦境 海油馆内人气动物 海豚 金鲨和企鹅的彩灯装置 配合声光效果 大鱼如同从海面上跃出 小朋友看得好兴奋 看完大阪的企鹅 镜头转到北海道的旭川动物园 雪花片片飘落 现在可是极地动物最享受的时节 看企鹅轻巧抖落身上的雪花 用嘴巴整理羽毛 海豹悠闲地在水里翻身 再开心地冲出水面 北极熊就像大梦初醒一般 感受睽違已久的冰冷空气 旭川动物园每年都会举行冬季营业 在这段时间游客可以欣赏到 这些极地及寒冷地带动物的 活泼姿态 游客表示看它们充满朝气的模样 身上的寒意也驱散一大半了 装设综合报导 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块1.2英亩的田地上 大地艺术家史丹赫德在烈日当头下 拿着锄头奋力挖掘 再将原生植物 葫芦 燕麦等种下 乘坐飞机 凌空俯看 著名荷兰画家范古的剧作 橄榄树映入眼帘令人赞叹 我昨年有一个很高兴的召集 在美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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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当然当一个艺术家听到这些东西 他们会很感兴趣 我还会更加感兴趣 当我发现这些东西的可能性 是在地上的一位我最喜欢的艺术家 就是范森范古 范古是赫德最喜欢的画家之一 从小在农场长大的赫德 这次决定将世界不朽剧作 融入他的艺术 他从除草等前置作业开始 到进行各种测量 种植需配合季节 天气的天然作物 耗时半年完成这幅大自然画作 二十六岁的大地艺术家史丹可德 自1981年起 创作160英亩 巨幅印第安酋长地井艺术品后 在超过30年的创作生涯中 已完成30多件大型作品 这次以泛国的橄榄树 再创巅峰 庄社综合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联合国气候会议11月30号 在巴黎登场 会场外专为新世代永续发展规划的展览 也同时揭幕 唐奖教育基金会 以对永续发展的重视 从超过300个报名单位中获选展出 由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率队参展 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介绍唐奖 唐奖有这个机会参加 他这个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 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那感到非常的荣幸 因为唐奖设置永续发展奖 所追求的目标跟他的精神推动 就是怎么让这个地球的人类跟环境 能够永续 陈振川表示 唐奖得奖人是各领域的精英人士 其中永续发展奖 应该是同类型中最大的国际性奖项 首届得奖人颁给有永续发展将母之称的布伦特兰夫人 受到各界肯定 布伦特兰也将于7号亲自参观唐奖展摊 很高兴Grow 布伦特兰他获得首届的唐奖 在永续发展领域 那他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 非常有地位 而且他等于是第一位来启动 写出我们共同的未来 然后去定义永续发展奖 所以几乎每一个人听到 得奖人第一届就是Grow 他们都表示非常肯定 联合国气候峰会 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 参与为期12天的会议 希望达成据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定 抑制全球暖化 由于近三个星期前 巴黎才发生恐怖攻击 会场安检更加严格 外部也部署配疆警力和骑警 希望将维安规格做到滴水不漏 庄社记者曾一璇 巴黎报道 去年底亚航QZ850一班机 从印尼似水飞往新加坡途中 坠毁爪哇海域 造成机上162人全数罹难 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公布调查报告指出 飞机机箭故障 引发一连创问题 加上驾驶无法控制 导致坠机 调查员乌托邦也表示 很难将整起坠机事件 归咎于单一原因 运输安全委员会也指出 坠机原因包含五个影响因素 由于飞机上方向座限动器 焊接接头出现裂缝 导致失效 加上在航行过程 极简故障问题出现四次 最后飞航增稳电脑电力中断 自动飞行状态被解除 导致飞行角度向左偏斜 脱离正常飞行 这起坠机事件 印尼搜救团队至今 共巡获106具遗体 仍有56人下落不明 今年3月 印尼搜救团队已停止搜索行动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 雅加达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首尔群众在11月14号上街头 表达对劳工和教育政策的不满 聚集近6万人上街 抗议活动被誉为 是2008年反对开放美牛之后 南韩最大的街头运动 警方出动催泪疫和水柱镇压 也拘留多名示威者 民主老总宣布 12月5号还会再发起 二次总崛起机会 不过南韩警方担心 游行会演变成暴力攻击 下令禁止这项反政府示威活动 更多或许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中央了 中央你在 中央 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